神秘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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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官網是沒有寫 所以也不知道會掉什麼寶 那根據小編問一下 今天有在吃BOSS的這個敵萌 他們是說沒有掉寶 所以到底會掉什麼 可能也真的沒有 但不論如何呢 當這個BOSS打死之後呢 神秘傷人就會出現啦 那這時候你趕快買 基本上小編認為只要把 鑽石、戰鬥卷、龍珠、變身卡、娃娃卡 還有一個拋棄之地的時間補充石 那補充石當然是大家 自己看自己的需求啦 那小編是覺得這幾個 把它買一買就好 在買的過程中你要注意你的血量 因為很有可能 敵萌趁你在買東西的時候啊 偷打你 那這時候你一定要看著你的血量 然後左邊的清單 可以快就盡量快 趕快點一點趕快按交易結束 離開這個現場 離開之後呢就結束了嗎 當然還沒 因為這個活動是限定角色參加 所以你的所有分身都可以來購買 如果你有練分身的話 趕快趁神秘傷人還沒消失的時候 開起來買東西 那如果金錢不過怎麼辦 那就用本尊互相轉來轉去就可以了 每一天的話 一個分身角色大概要花 40多萬到50萬 我們估計50萬以內這樣子 那看你自己的需求去買 有分身的話 玩分身流在這時候 就是有最好的這個效果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神秘傷人的這個活動介紹 如果你還沒有玩的話呢 趕快趁著晚上還有幾場的這個時間 趕快去把它拼一拼拿一拿 這樣才不會虧啊 那這個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就可以隨時收到小小編的最新攻略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